摔摔 油車了 天下的太大了 我叫巴布 今天是五十二十 原来是天下地道办的一个区长 父亲退休以后就添加工作 小得很的时候就是15岁 我们这个养育的话就是真的有点苦 刚开始添加工作我也真的有点不想港 我们父母说反正这是西党的一个生命楼 你们必须要养好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养好 但是我父亲去世 母亲就是给我说你好好干活 就再怎么兼顾你必须要坚持起来 所以我现在到这就是一直在六年 工作和各个方面我都在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要走一步 去世上 他们也都在一起 所以他们都在救命 那些人在救命 不然是他在世上 我一下子的人在叫做 我们现在去世上 他们一直在努力 因为他在家人 都在世界上 就在家人 现在的话靠得很 号车也有 飞机也有 那时候啥都没有 只能靠清藏去监视西藏 这是西藏的一个生命中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